家人们好 我乃沃宠诸九届誓言 这个俄乌冲突啊 我们看一方面 是冲突朝着不好的方面发展 这个 这个称呼对方那个词啊 是越来越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说 和平的曙光 也已经显现了 俄乌一直在 谈和谈和谈 和谈 我觉得突破口 现在已经有了 有了突破口 就抓住这个突破口 扩大和平的战国 现在乌克兰 也有那么一点意思中立 他这种中立呢 带有一些条件 那么我建议 乌克兰干脆 彻底中立化 你原来有核武器 对不对 如果说你原来不销毁核武器的时候 你有核武器 你是安全的 现在你没有了核武器 你的常规力量又那么薄弱 就像我们 中国的老子 的思想啊 最危险的也就是最安全的 你就彻底中立化 你反而会 安全 不要再太条件 你干脆什么军队都不要了 这个只要警察 俄罗斯看你这么有诚意 那么你的乌冬问题 克里米亚问题 说不定 俄罗斯就会同意 拿到联合国 去表决 俄罗斯只要这样一同意 到联合国一表决 你的领土主权 就会 得到尊重 这样对世界都好啊 法国 德国 欧盟 应该也会支持啊 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支持 和平 就来了呀 为了 我的这个想法 我希望结局是这样子 如果我现在 我就给联合国写信好了 如果我的这个想法 能够得到实现的话 诺贝尔和平奖 办给我吧 拿着这个钱 西红宋经绕地球 更好的宣传中华文化 天人合一 贵和尚中 天地万物 平衡相处 何伟贵中庸之道 来解决纠纷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点赞 观众 是什么评论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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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